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完了 正则表达诗中的什么 原字符 对吧 咱说了 一个正则表达诗的语法 由四部分组成的 都有什么呀 定界符 对吧 就两根斜线 然后定界符之内放的是原子和原字符 对吧 那这几个课咱们来接触一下 定界符之外的第四部分 组成正则表达诗的部分 什么 模式修正符号 来 我们记一下符记 模式修正符号 那既然是 首先看一下符号 那肯定就是一些字符 对不对啊 单个使用的字符 单个字符 不用全记 记个四五个也就够用了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模式修正符还是很好学的 那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 模式修正符的作用 首先先看一下 模式修正符该写在哪儿 定了吗 那模式修正符号要写在定界符号外 对吧 那外定界符号 有左边有右边 对不对 放在哪边呢 放在右边 能理这个过程吗 模式修正符号要写在定界符之外 放在右边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块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对吧 里边有原子 比如说G O 有原字符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呢 我这块加个 你看啊 这是不是定界符 里边有原子G O 还有G O 是原子 星是什么 原字符对不对 那这个定界符号 右边 哎 就可以干嘛 不区分大小写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写在外边 对吧 那第二个 干嘛呢 模式修正符 一个字符是一个功能 模式修正 这个符号 怎么办 一个字符就是一个什么功能 可以组合使用 比如说他现在不用管他什么意思 你看啊 鞋子G O 心G L E 看到了吗 是不是 定定那个正的感觉是 I 不区分大小写的 有单 E U 你看 是不是我可以写三个符号啊 连在一起组合的用 听懂吗 那这个三个功能 在正的表达是都体现了 这是模式修正符写的位置 可以单独写 可以组合写 这点 希望大家能记住啊 不是只能有一个 听懂吗 然后 最重要的 是不是他的作用啊 作用是干嘛的 听懂吗 刚才他看到这个 加个I就可以把这个什么 不区分大小写 对不对 所以 正则表达这个模式 修正 符号 那作用是干嘛的呢 看好了 可以 修正 可以修正什么呢 修正正则表达 呃表达式 的解释 什么叫修正正则表达式的解释 比如说 咱们加个I字符 就可以让这个字符算怎么的 不区分大小写了 就匹配的时候 匹配小写的GOO 加上也行 大写的也行 对不对 是不是 相当于对他那个原来功能 他只能匹配原字符 对不对 原来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的现在加这个是不是修正了他的解释 还有 你看修正了解释 或 扩 扩 充了 正则表达式的功能 就怎么 所以修正方有两个要么是修正这个解释 要么是扩通功能 对吧 比如说 我加个I 那有可能就是你解释它是修正这个功能也行 说是扩扩充这个功能也行 就什么 当然了具体I什么意思 E什么意思 U什么意思 那这个咱们就得详细看一下每个方法什么意思 然后咱们得把它组合 用上 对吧 所以一般的写正的表达式的时候 都带着几个模式修正方一起用 就怎么 咱们这有几个方法都可以吧 好 我们 打开手册 看一下一共都有哪些模式修正方 来我们打开 找到我们这里边 看一张 函数参考里边 有个叫做文本处理 对吧 文本处理里边 我们找不到正则表达式 咱们讲的是破语言兼容的正则表达 对不对 好 把它打开 在这里边有模式的语法 就是咱前面讲的那些 对不对 什么定件处原子原字符 对吧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是模式修正符 都在这呢 解说正则表达式模式中使用的修正符号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看一下 都有哪些呢 I的符号 M的符号 S的符号 对吧 然后呢 X的符号 E的符号 还有AD 大S 大U 大X 小U 对不对 当然了 你在开发的时候 不一定全用上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咱们了解一些常用的就可以了 哪些常用呢 咱们这节课 我已经讲过的 尽量得可以 大家讲过哪些 哪些就是比较常用的 对吧 那这节课 咱们只看什么 先只看前两个符号 好吧 好 比如说这个I的符号 是干嘛的呢 不取答 对 不取答案 咱们试一下证明一下 是不是 因为刚才都只说了 对不对 假如这里边 这是一个test的测试 对吧 对 比如这个测试 我写test st 看到了吗 我这里边想匹配 有没有test 小test 对吧 是不是找的测试这个词 那我现在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呢 运行一下 是匹配失败 为什么匹配失败 因为这个t是大写 这小写的 如果我就这么改成大写的匹配 现在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匹配成功了 但是我想在匹配的时候 不管在大写小写都能匹配到怎么办呢 我只要在这会加个I 对于这个正道表达式功能就相当于扩展了 或者就对这个功能进行修正了 对吧 他现在就可以匹配到 大写小写态词都可以 你看 收集一下 是不是一样可以匹配到 对 这个模式匹配到了这个 对吧 所以I的作用就不了 所以这话 我一个一个给大家列出来 I这个模式修设符 就是干嘛呢 让正则表达式 或者叫做修正 正则表达式 区分大小系 对不对 因为 应该写 要让他修正正则表达式不区分大理 对不对 默认是区分大小系的 看到了吗 嗯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模式修正符 E 这个不是I I I的作用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I 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默认情况下 破语言建设的正道表达式将目标正不窜视为单一的一行 那你不用往这看了是单一的一行什么意思呢 就不管你写多少行他都看成是一行啊 就这意思 比如说我在这写这是一个测试对吧 然后呢 啊 哈喽 卧的对不对 然后妹子 你看我随便写几个对不对 然后在这 回车 回车 对吧 嗯 默认既然是看成一行组成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还不记不记得 咱们这话 假如说我想以 安德福ABC开头的 现在我是不是想找不去为大家写的ABC开头的 对 对吧 现在这里边如果这一行哈喽我的时候以ABC开头行不行呢 记住 默认是看作一行 看作一行整体是一行对不对 而这个匹配呢是 怎么的 ABC在这就可以的 咱试一下 你看啊 这匹配失败 为什么匹配失败 因为他不认为 既然是一行的话 看成是一行的话 在一行中开头的不是ABC 对 对吧 如果我这会加个M 怎么的 就这样的多行文本 就不看成是一行了 就视为多行 就是什么 那视为多行的意思就是 每一行 不管哪一行有ABC开头的都辅助 对吧 那我们试一下 现在是不是第二行有ABC开头的 视为多行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刷新一张 是不是就匹配成功了 找到的ABC了 对 能理解这问题吧 默认情况下 这边 写个M 看一下 说一下这个功能 干嘛呢 是这个修正乎号 修正 证则表达是可以 怎么的 视为多行 什么就视为多行 也就是再使用什么呢 再使用这个符号是匹配什么什么开头对不对 对 或这个符号以什么什么结尾 再使用这两个 两个什么符号时 怎么的 每一行 满足都可以 满足都可以 看到了 修正乎号 把它视为多行了 那视为多行了 这两个乎号就是匹配每一行都可以了 不然的话默认 怎么的 默认 视为 对 一行处理 那就是 整个字母串 必须有它什么什么开头的 它什么什么结尾 对不对 而不是多少都匹配 大概了解这个作用了吧 对 这就是 I的M的作用 那这俩我是不是也组合在一起写了 组合在一起写 没有顺序关系 I在前 M在后都可以 看到了吗 这就是咱们 学的第二个模式修正乎 是吧 M 好 那时间关系 这节课咱们先介绍到这里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修正乎 咱们下日课再继续介绍 好 好 现在这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日课咱们继续正责表达式的模式修正乎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